买不起菜吃了怎么办 那就买肉呗 咱这不是没屁哥的嗓子 也不是脑子里有该啊 就咱这脑子抠出来 搁撑上腰 二斤高高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何不食肉糜 就这么长的根黄瓜吧 一根四刀子 和人民币呢 21块左右 一根啊 花重点 生菜每公斤11刀子 现在菜价 你都不用说是隔一段时间 两天前才十刀呢 而且加拿大的超市很精明 它把每公斤的价格标的小小的 而每磅的价格标的大大的 离远一看 我还能买得起 等到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上当了哥们儿 蹭上一腰再加不完税 你踩上风火轮 你都出不了超市 而你知道现在肉才多少钱吗 也就是说你买四根黄瓜 可以买4.7斤的鸡腿 一公斤鸡腿才6.99刀啊 这都不是买不买得起 这是逻辑问题啊 这是觉得顾客都是 瞎子传奇之消失的眼珠子吗 所以说嘛 近会地要是葛加拿大说 何不食肉迷 他就当不了千年的傻子 加拿大肉价虽然也是飞涨 买个烤鸡儿瞬间抢光光 这花里胡哨的娇娇线都不敢吃 看一眼标签 过奈何瞧都得多喝一碗汤 就这大白菜结账的时候 一颗十七八刀 没桶子我 为啥在加拿大减肥烧钱呢 炖一锅大白菜 能买一整扇牛后背 你要手茄再放点辣椒椒 你还可以再加一锅红烧肉 这捕获的小哥推的哪是平板车 这不妥妥的运钞车吗 那你说在加拿大嘴茄 非要吃菜咋办 哎咋办 拜你其咎老爷 饿了喝水 馋了山嘴 听明白了没 三斤三文鱼才十刀 你去问加拿大的逻辑鬼才问 咋办 现在加拿大人买菜 他光徘徊 不动手 不敢 妈妈 你看 垃圾香的